好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这是香港速化季的风暴 最近也烧到了泡面了 由于大陆生产的南韩农心牌 辛拉面特辣香菇味酱料 接近的标准的上限 另外的日清大酱炒面 日式烧汁味的酱料 也超出了世卫组织的标准 那么辛拉面还有日清泡面 在台湾其实是享有高知名度的 两江台湾代理商说了 台湾贩售的泡面是韩国日本产的 并不是大陆货 请消费者放心 但是为了免消费者的疑虑 部分的通路已经从盐厨处理 现在已经暂时停售 热水冲泡 拉面的香味令人食指大动 不过现在速化季已经获颜到 泡面里的酱料 香港大阁级人物曾志伟 好吃到连眼泪都流出来 但现在香港政府查到 由中国制的新拉面 特辣香菇口味 还有日本知名的日清大酱炒面 日式烧汁酱料 金粉排和粉王 原汁牛腩味都被检验出 含DEHP 玉品黄牛肉卫生面 则有DVP16.1ppm 是标准的53倍 不过台湾新拉面代理商赶紧喊冤 秀出一大仓库的拉面 强调台湾只从韩国进口 检验证明也有 上海制造的没办法 台湾政府是不允许进口的 已经有送检了 星期一韩国都已经会出来了 我们会请进口商提出报告 如果没有报告我们会先下架 虽然这四款泡面目前不一定在台湾买得到 但部分零售店家为了让消费者安心赶紧先下架 这几款日韩品牌的泡面 在台湾知名度不低 没想到香港检验出含塑化剂 台湾卫生署也表示将会再进一步检测 整理新闻王宗翰 王一杰路易台北餐房报道